没见性的 我们的智慧德相是修德 是你修得来的 你从亲近心 平等心 慈悲心里面修得 也能修得很像佛菩萨 就是无名烦恼为魄 就差这一层 这些道理我们都很清楚了 修学的方法我们也懂了 就是没有真干 很想真干 总是做得不像 云云在哪里呢 烦恼习气太重 这个科学家讲潜意识 他把意识分为两类 一种是明显的 潜意识 我们知道 我们起心动念 在那想什么 这是很明显的意识 潜意识自己不知道 但是他常常起作用 比如 自己 没有想想 忽然这个印象先前了 印象太深了 不想他就先前了 不想他就先前了 念念头记忆 念头记忆很深很深 晚上做梦 常常做梦作战 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结束 又没想他了 这是什么 这是属于潜意识 他才起作用 这个很可怕了 我们怎样训练 把起意识 潜意识 前面那些东西 不善的东西 把它换掉 让我们起心动念 都是佛菩萨 起心动念 都是极乐世界 这就决定往生 确实不知不求 没有有意去想他 佛菩萨常常现前 我们一般人讲 现在你脑海之中 你自己很清楚 别人不知道 这个说法并不很深 人人都能够懂得 这个事情是真的 不是假的 也就是说我们 在记忆里面 记忆是属于潜意识 阿赖也是 乐谢的印象很深刻 没有办法把它除掉 它起作用 它来引导你 不善的影响 会影响你 不知不觉的 去做不善的事情 不善的事情 不想做 不是你有愿意去做的 它也就做了 这是潜意识产生的力量 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这个事实 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上 训练自己就比什么都重要了 应当时时刻刻加深 我们阿赖也里面 这个印象 佛的印象 大师之菩萨告诉我们 一佛念佛 亦是想啊 心里面想佛 口里头念佛 现情当来 必定见佛 现情在定中间 在梦中间 当来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就不会再离开佛了 由此可止 修行人地壮大死 就是要把阿赖也里面的记忆 换成阿弥陀佛 过去 无论是顺境逆境 善云物源 都要用阿弥陀佛 都要用无量寿经 把它取而代之 也就是 过去这些 这个印象太深了 源太深了 现在我们要把佛 把无量寿经 把阿弥陀佛的印象 加深 天天干这个工作 这叫真念佛 你心里头真有佛了 佛在你心中啊 这才是你这一生 第一桩大死 这个大死修成功的 就恭喜你啊 你脱离六道轮回了 你脱离舍法界了 你必定往生进度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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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